漫步中環構成 深度體驗地道文化 中環給大家的印象都是金融中心 但其實裡面還有很多歷史文化 值得我們細味的 短短三百米的太平山街 附近就是一座建於一百五六年的廣複爾池 過去是被不能運回故鄉安葬的先人設置靈位供奉 也是患病華人的修容所 是適入華人的歷史見證 而建於一九一八年的香港中環基督教青年會 在Billy Jassy街的會所 是典型中西合璧的建築 文學家魯迅也曾經在裡面演講 至於樓梯街 昔日附近有孫中山就讀的中央書院 和領洗的公理會報道所 相信他在這裡都留下了不少足跡 中環還有很多特色小店 和街頭藝術 近年都成為文青的打卡熱點 中環有這麼多特色景點 當然要介紹給其他遊客 旅法局剛剛啟動了一個名為 構成中環的長期推廣項目 還推介五條特色漫步遊路線 和印製了28萬本路線指南 旅法局還說 未來會以類似的宣傳方式 推廣香港其他地區 令遊客可以深度體驗香港的地道文化 第一次主題 有空的編集 有空的作品